孙龙摔倒中国队暴冷丢尽 赛后一番话引爆质疑 王萌说的没错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阿三坎球 我是阿三 在视频开始前 辛苦大家常按底下的关注和点赞按钮 让阿三的视频 给更多关注中国队 关注北京冬奥会的粉丝看到 谢谢大家 接下来和大家说一下 孙龙摔倒导致中国接力队的暴冷丢尽 这样的一个事情的后续发展 我们知道其实目前的北京冬奥会呢 已经是接近尾声 还有几天的时间了就要结束 那么在目前的短道速滑项目呢 也迎来最后一个比赛项目 五千米男子接力赛的一个决赛 在这场比赛当中啊 其实对中国队来说 一直以来在过往呢 也都是我们的一个冲金点 是我们的非常擅长的一个项目 如果说中国的小伙子能够正常发挥的话 这场比赛呢 就是拿下对手呢 拿到金牌没有太多的一些问题 而我们回顾整场比赛 那其实也可以发现呢 一开始比赛上来中国队还是处于一个领先的 但是当这个接力棒的交给年轻的选手顺龙之后的话 却发生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 当时因为他自己的一个失误呢 导致摔出了一个场地呢 所以导致我们中国队和其他的选手呢 一下子就拉开了距离 所以在此之后任紫薇虽然说非常拼命的去追赶 但是呢无奈还是因为拉开的差距过大了最终还是没有办法了追赶对手 导致我们最终的只是很遗憾的以第五名的一个成绩了最终结束了本届北京冬奥会的一个比赛 这样一来呢中国队也是无缘这一块金牌的一个争夺 那么可以说啊其实这一次孙龙的失误呢的的确确呢也是引起了外界很多的一些质疑 因为从本场比赛来看的话只要他能够稳定发挥呢能够好好的把这个他所负责的这个赛段划完的话 中国队呢拿到金牌其实是没有太多的一些问题了 所以这一次我们也知道的话孙龙呢他的整体的一些比赛斗志啊包括一些处理粗糙啊都是遭到很多网友的一些批评 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一次导致中国队抱冷丢金之后的话那么孙龙呢在赛后也是在这个社交平台当中呢发了一个长文并且呢向所有的人道歉 并且连说五个对不起呢向所有人呢去啊质疑这个啊最大的一个道歉说自己呢真的是很对不起大家 当然很明显其实从他这番态度来看的话似乎呢自己呢也是非常内疚 但是呢我们也看到不少网友其实在评论区啊还是不太明白说 为什么孙龙是三番五次都会有这么多的一些失误 见不着糟糕的一些成绩呢 因为我们也知道在这场比赛之前呢在上一场比赛当中呢 孙龙也恰恰是因为他的一个斗志不够强大 而且呢也是在整场比赛过程当中呢没有拿出最狠的一个拼劲了 所以当时也遭到曾经是他的一个主管教练王萌的批评 在解说间当中王萌就说呢自己曾经把他的直接撵回了地方队 那么也是批评孙龙呢作为一个年轻的主力呢在得到国家队的一个机会之后呢 却没有拼尽全力去打比赛 在王萌看来实在是太不争气 那么到了这场比赛也同样是类似一个原因那么王萌呢在这场比赛解说当中呢 他甚至是不愿意再去批评了 因为他担心说因为自己的一些批评呢会导致孙龙呢再次遭受网报 但是王萌赛后呢也是忍不住说呢 其实啊针对孙龙这样的一个糟糕表现了 他说五大镜踢他几脚也不过分吧 所以说实话其实从目前那个情况来看呢 目前孙龙他所谓的一些道歉对不起呢 似乎并没有得到外界的一个谅解 反倒是大家都考虑到他之前的接二连三的一些犯处啊 包括那么斗志也没有很厉害等等的这些原因呢 让大家觉得其实孙龙呢根本就没有拼尽全力 或者说他 没有能够做到像五大镜这些老将那样的 很珍惜这个赛场在拿到一个好不容易的一个机会之后呢 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在自己的一个职业生涯当中呢 能够把握住这个机会争取以自己最大的一个斗志呢 拿到一个好成绩 那么在大家看来从孙龙的身上呢似乎并没有看到这一点精神 所以呢这一次孙龙不断的去道歉呢 只会引起外界的一个质疑 觉得呢他只会说对不起 但是呢在这个身体力行上面呢没有做的最好 所以可以说其实这一次可能对孙龙年轻人来说呢 确实回去之后啊值得好好反思一下 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为什么王蒙是三番五次去批评他呢 作为一个主管教练 也是最熟悉孙龙的一个教练 为什么王蒙也是这么多次 都去指出他的问题呢 针对这些问题说实话呢 我觉得孙龙还真的应该回去好好总结一下 好了本期的阿三砍球就聊到这里 喜欢阿三的记得点赞关注评论分享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冬奥会 拜拜